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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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会导致尖角砂出现 破坏家庭和谐 一般床尾可以摆放一些风睡植物 比如绿罗 君子兰 富贵竹 文竹等等 这些植物不但能够提升家中的风水 还能够净化空气 也提供一个我们良好的睡眠环境 二 花鸟图 床尾可供摆放物品的空间并不算太大 毕竟我们还要流出通行的道路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床尾的墙壁上悬挂镜子 节省了空间 还能方便我们及时使用 但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床尾不能悬挂镜子等物品 否则容易形成风水沙 不利于睡眠和运势 我们可以在床尾的墙壁上悬挂花鸟图 这能够给我们一个安稳的睡眠 还能够提升家具装修的格调 三 皮修 在风水学中 皮修是一种招财效果比较好的风水摆剑 它有嘴无钢 能吞万物而不屑 因为它只进不出的特点 所以能吸纳四方之才 所以很受大众的欢迎 但是因为皮修只进不出的特点 不要让皮修摆剑的头对着门和厕所 而且在摆放好了之后 就不要随意挪动它 把皮修摆放在卧室的床尾 可以起到招财的作用 四 金蝉杵 金蝉杵不仅可以招财 而且还能振宅 帮助人们消灾党难 最重要的金蝉杵还可以招财聚财 而且浑身都是金 身上也有很多珠宝和钱币 看起来就十分的富足 在古代的时候三足金蝉杵是住在月宫中的 摆放在家里也会帮助家里当官的人步步高升 所以说金蝉的风水作用 不仅是招财 还能提升家人的事业 摆放在卧室的床尾是很合适的 五 葫芦 挂葫芦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因为葫芦的形状很像汉字洗合集 洗合集都是有特别好寓意的两个汉字 二是因为葫芦和葫芦读音相似 在床尾挂上葫芦是一种大吉大利的做法 三 床尾千万别放这些东西 一 脏衣服 床是我们的休息的地方 因此床上的东西不已摆放太多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 进而对我们的视野也会有所影响 尤其是床尾不可以摆放一些脏衣服 虽然不在床头 但同样会吸入杀气的 引起太重的话 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混乱 容易生病 从而财运也会有所影响的 二 绳子 我们习惯性的往床上堆积很多的东西 因为一眼就能看得见 找东西比较包面 什么衣服 什么柜子 甚至绳子都可以放在床尾 然而在风水中这是一个大忌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绳子最好不要放在离死之近的地方 会让我们感觉被束缚着 睡眠质量得不到保证 影响财运 三 凶物 家里一般是不弄摆放凶猛的卦象或者物件的 有一部分人年轻好生 热血沸腾 他们喜欢的东西往往是比较可怕一点的 然而若是把这些东西放在床尾的话 会招引轨道来的 让主人经常做噩梦 睡眠不好事件小时 重的话会引发疾病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因此要多加注意 四 衣柜 很多人都喜欢在床尾摆放衣柜 因为这样做可以节省空间 但这种做法是不利于风水的 这会导致尖角砂出现 破坏家庭和谐 五 镜子 床尾可供摆放物品的空间并不算太大 毕竟我们还要流出通行的道路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床尾的墙壁上悬挂镜子 节省了空间 还能方便我们及时使用 但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床尾不能悬挂镜子等物品 否则容易形成风水沙 不利于睡眠和运势 六 花卉 很多人都喜欢在卧室中摆放一些植物的 有的人是喜欢摆放鲜花的 但其实鲜花的摆放是有很多讲究的 如果是在床尾摆放鲜花的话 这样容易导致夫妻感情不是很好的 越是鲜艳的花是会对夫妻感情影响越大的 容易招来第三者的 所以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设计的 如果是床尾的地方摆放了体积比较大的植物 这样也不是很好的 使得卧室难以藏风聚气的 影响到夫妻健康方面的 七 反光物 睡房的床尾一般都会放置衣柜 但衣柜与床应一定的距离 不能完全紧贴 浴室靠近床尾的衣柜 颜色应依浅色为夷 例如米色 白色或太深色 容易形成压迫感 令人情绪低落 而床尾的衣柜 应尽量避免以反光物料座门 如玻璃 磨砂玻璃等 以镜座门更会导致关节出现问题或金属受伤 尤其刀伤 八 较大的壁画 结婚箱或油画一般可怪于床头或床尾 但需留意油画不易过大 要与床大小比例相忽 否则容易影响睡在床上者之健康 同时 个人照片或画像不易放育通到尽头 或面向街外景物 以免受到气流或外在杀气冲击 九 视觉切勿杂乱 床头或床尾紧贴书柜 容易影响人际关系 感情上亦较多波折 较难嫁取 同时 由于书柜并没有门做遮挡 在视觉上也较为杂乱 影响思绪容易做出错误决定 故床头或床尾若要放置书柜 也必须加添柜门 十 古董 一些注重装饰的人不仅会在客厅摆放装饰品 卧室也同样会摆 但是一定不要在床尾摆放古董 大家都知道古董的阴气比较重 还是不要放在卧室为好 十一 大型电器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卧室不适合摆放大型的电器 电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的辐射 对人的身体不好 从风水角度来看 电器所产生的辐射会影响人的气场 导致气场混乱 十二 鱼缸 虽然鱼缸在风水学中有着去除杀气 转化灵气的作用 然而它不能够离主人太近 即便是放在床尾也不行 它容易让主人睡觉的时候感觉困在大海里 憋不过来气 时间长了的话 会让主人的注意力下降 不能够集中精力 会破财的随时都有面临失业的可能性 要谨慎点 看来卧室床尾的风水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了解完卧室床尾的风水禁忌 再看看自己家中床尾的朝向 如果有触碰到一些禁忌 赶快做出调整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